升降踢一爬樓 嘩! 好光啊!好可怕 有個大一點好眼光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早上早起的大部分都是工人 這是高空作業 所以就是都要綁繩子 以防東西掉下去 所以東西給吸又變得很多 升降踢一爬樓 嘩!好光啊!好可怕 我今天才發現我工作的地方 這邊是雪梨塔 然後另外一邊是雪梨大橋 另外一面還看得到歌劇 耶! 它裡面的那個龜已經很久了 嗯 找完然後就塞海綿 那這個是已經昨天塞過了 然後海綿絕對不可以飄出 你要打膠的這個平面 最好近一點 像它這個你一定要把它塞進去 你知道嗎? 因為它這其實很深嘛 你就拿鏟子戳進去 我剛剛撒的 很漂亮的吧 哈哈 我剛剛撒的 超漂亮的 我剛剛有一點結束 乾淨 嗯 有沒有 你可以用很乾淨 很漂亮喔 因為我們算高空作業 因為我們算高空作業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要有這種鏈子扣起來 然後過安全道也是要扣這種 不然就是東西叫它去回危險 今天一直扛著這隻膠槍走來走去 覺得自己很像職業君的 基本上我來工地必備的東西就是麥卡 算是澳洲這邊的工作 安全許之 然後安全帽工地的螢光衣服 還有很重要這個鋼頭鞋 鋼頭鞋越髒通常看起來會厲害 我朋友說這種新鞋子就是菜皮疙瘩才穿的 因為太乾淨了 有個大一點好一點的工地啊 甚至他們還有盥洗室 下班的時候可以直接在裡面淋雨的 休息室就很大 五間然後你可以選自己喜歡的位置 我們就比較小一點 沒得挑 其實你問工地有沒有辛苦的地方也是有 其實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戶外的 我之前都做室內的 我第一次做這種戶外的就變成是 要很耐熱 因為中午的時候真的很熱 我無法想像夏天有多熱 因為我 我有熱過敏 就是我只要發熱眼睛就會腫 所以我共鳴藥等於深深吸彈 結果有人問我說 這麼辛苦的工作幹嘛去做 那老娘爽啊 我覺得這個工地有兩點 對女生來說是最高平的 第一點就是廁所 就不管你在家的工地 比女生廁所都還是很少 我甚至有遇過一個工地 因為上個廁所都要中時的 才有辦法來回就20分鐘內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男生跟女生比例不太一樣 所以女生有時候被騷擾 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自己第一次工地上班 就遇到犀胸的事情 就是如果遇到任何狀況 都記得要跟老闆說 我們是跟老闆說 那這樣才會有人保護你 然後關於薪水突分 我們的薪水是25塊錢 然後一天是15小時 所以是250 那一個禮拜六天下來就是 1500塊錢 所以台幣的話是3萬塊 一個禮拜也是3萬塊台幣 一天月下來的話就是12萬台幣 薪水價42萬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不錯啦 只有四分的張錢 以上就是我對工地的認識啦 因為我還是參與 如果有訴訟或是不夠明白的地方 請編小力一點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們想法喔